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纳米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原子尺度的滑雪场 纳米雪山的冰雪奇缘 2.分子级的魔术师 纳米魔法的神秘表演 3.纳米游乐园 原子级过山车的惊险之旅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原子尺度的滑雪场 纳米雪山的冰雪奇缘 当然,让我们一起滑进这个微观世界的冰雪奇缘吧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原子大小的滑雪者 你的滑雪场将是由纳米尺度的山脉构成的 这些不是你通常在阿尔卑斯山脉或洛基山脉看到的山 而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微观结构 它们的形状和大小 可以通过科学家们的精巧设计而变化 在这个原子尺度的滑雪场中 你会发现自己滑过的不是雪 而是一系列的原子和分子 这些微小的颗粒可以被排列成各种各样的结构 就像雪花一样 每一种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化学合成和纳米技术的手段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纳米雪山 让原子滑雪者体验不同的滑雪路线 但是 在这个尺度上 滑雪的规则与我们熟知的宏观世界大不相同 由于量子效应的存在 原子滑雪者可能会经历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 比如量子随穿 它允许原子滑雪者穿过看似不可能穿越的障碍物 或者量子纠缠 让两个原子滑雪者即使相隔 很远也能神奇地同步他们的动作 而且 别忘了温度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在纳米世界里 温度的变化 会导致原子和分子的运动速度发生巨大变化 如果温度太高 原子滑雪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个融化的滑雪场上挣扎 而在极低温下 他们可能会在一个超导的滑道上体验到零电阻的极速滑行 最有趣的是 这些纳米雪山可以被设计成具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比如 它们可以是超强的催化剂 帮助化学反应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或者是超高效的能量存储系统 让电池的性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以 下次当你在宏观世界的滑雪场上享受滑雪时 不妨想象一下 在纳米世界里 原子滑雪者也在他们的微观雪山上享受着一场冰雪奇缘 只不过 它们的滑雪装备和技巧 是我们这些宏观世界的居民难以想象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分子级的魔术师 纳米魔法的神秘表演 各位观众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这场分子级的魔术表演 我是您的主持人 一位专门研究纳米尺度奇迹的教授 今天 我们将一起揭开纳米魔法的神秘面纱 但请记住 这里的每一次魔法都是科学的胜利 而不是超自然的力量 首先 让我们定义一下 纳米 纳米是一个度量单位 以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 在这个微小的世界里 物质的性质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就像是它们被施加了魔法一样 但别担心 这里没有黑帽子和兔子 只有粪子和原子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纳米魔法师的第一个表演 纳米粒子的自组装 这是一种让物质自己组合成有用结构的技术 想象一下 你把一堆乐高积木扔进箱子 摇一摇 打开盖子 它们自己就组成了一个小城堡 或者机器人 在纳米世界里 这不是幻想 而是现实 分子通过特定的化学键和物理相互作用 自动组装成复杂的结构 比如纳米线 纳米管 甚至是用于药物输送的纳米胶囊 接下来 我们的纳米魔法师将展示一项成为表面等粒子体共振的技巧 这项技术利用金属纳米粒子的表面电子在光的激发下共振 产生强烈的电磁场 这种效应可以用来增强分子的信号 让我们能够探测到极其微量的物质 这就像是魔法师用放大镜照亮了一个看不见的字母 让它突然变得清晰可见 但是纳米魔法的真正乐趣在于它的实用性 纳米材料在电子学 医学 能源存储和许多其他领域都有着惊人的应用 例如纳米粒子可以用来制造更小 更快 更高效的电子设备 它们还可以用来清洁污染的水 或者作为药物输送系统将治疗机制接送到病变细胞 而不会影响健康的细胞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纳米涂层 这是一种可以使物体防水 防污或具有自愈能力的魔法 想象一下 你的手机永远不会进水 你的衣服上的污渍会自己消失 而划痕会像皮肤一样自我修复 这不是幻想 而是纳米技术的现实应用 在这场分子级的魔术表演中 我们看到了纳米技术 如何将科学幻想变为现实 虽然这些成就背后是复杂的科学原理 但它们的效果却像是真正的魔法 纳米技术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而我们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门槛上 准备揭开更多的神秘面纱 所以 下次当你听说纳米技术时 不要只是想象一个微小的世界 而是想象一个充满无限可能和魔法的新领域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享受了这场分子级的魔术表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游乐园 原子级过山车的惊险之旅 各位勇敢的游客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微观世界 纳米游乐园 在这里 你将体验到原子级背的刺激 乘坐由分子工程师精心设计的过山车 穿梭在原子与分子之间 体验前所未有的惊险之旅 首先 让我们缩小到纳米尺度 这是一个如此微小的世界 以至于我们的头发丝直径都要粗上万倍 在这里 一切都遵循量子力学的规则 而不是我们宏观世界中熟悉的牛顿物理定律 准备好了吗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原子级过山车即将启动 随着我们的过山车缓缓启动 你会发现 自己被固定在一个由碳原子构成的巨大富勒西球上 这个球状结构 就像是微观世界中的足球 只不过球上的每一个五边形和六边形 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 我们的车厢是由特殊的分子马达驱动 它们能够在化学反应的推动下 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 带领我们在纳米结构中穿梭 当我们开始第一次下坠时 不要惊慌 那只是我们穿过了一个碳纳米管的弯曲部分 这些奇妙的管状结构比钢铁还要坚固 但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 在这里 重力的概念变得模糊 而电磁力才是主宰一切的力量 接下来 我们的过山车将进入一个分子开关的区域 在这里 你会看到分子如何在不同的状态之间切换 就像是微观世界中的迷宫 每当我们的车厢触发一个开关 整个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为我们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不要忘了在旅途中欣赏周围的风景 你可能会看到一群纳米机器人 正在修复一个破损的分子链 或者一些科学家正在进行单分子实验 试图解开物质的最终秘密 当然 任何游乐园都不会缺少小吃摊 在纳米游乐园中 我们的小吃是由分子美食师制作的 他们使用原子镊子精心摆放每一个原子 创造出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美味佳肴 最后 当我们的过山车缓缓停下来 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宏观世界 这次原子集的惊险之旅 或许只是一场梦 但它让我们对纳米科技的可能性 有了一丝新的认识 谁知道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纳米游乐园真的会成为现实 届时我们将不再是仅仅想象中的游客 而是真正的探险者 体验着原子与分子构建的奇妙世界 各位观众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纳米世界的冰雪奇缘 神秘魔法和惊险游乐园 在这个微观世界中 原子和分子的行为规则 与我们熟悉的宏观世界大不相同 量子效应的存在 使得原子滑雪者可以穿越障碍物 分子级的魔术师 可以通过纳米技术创造奇迹 而我们可以在原子级过山车上 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 这些纳米世界的奇迹 不仅仅是科学的胜利 也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创造力的体现 纳米技术的应用潜力无限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许多现实世界的问题 从能源存储到医疗治疗 纳米世界的探索 不仅是科学家们的事业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业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纳米世界有何想法和问题呢 你认为纳米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请在评论区与我分享吧 让我们一起讨论和探索 这个微观世界的冰雪奇缘 神秘魔法和惊险游乐园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